柔斯密市现任的市议员 也就是下一届的市议员候选人劳朱佳怡 昨日与柔斯密市的市政府递交了通讯投票 希望用行动来带动亚裔选民的投票率 而选举日将会在3月3日举行 劳朱佳怡昨日到柔斯密市市政府递交通讯投票 希望鼓励以及提醒市民选举日即将来临 他表示亚裔的投票率一向偏低 虽然柔斯密华裔选民不多 但他仍希望届时选民们都能够出门投下神圣的一票 让华裔参选人当选并替他们发声 劳朱佳怡说 不仅是柔斯密市亚裔选民 希望整个圣盖博谷的亚裔选民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权益 为能让亚裔声音在主流社会不被忽视 每一票对华裔候选人都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华裔选人来投票 我们在美国在San Gabriel Valley 很多很多的华裔 不过我们的% 华裔投票是不太高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推动一下 就是我们多一些华裔出来投票 给他们知道我们的华裔的信念是很重要的 那么他们做什么的policy的时候 就会想到我们为我们华裔的benefit 劳朱佳怡说当选之后会着重治安以及在家伟街南边的建设 带进更多商家提升家伟街的发展程度 升级以后了我希望再帮我们Rosemilla的安全 再做多一些的工作 就是为我们的居民可以 feel more safe 给他们的安全 然后也希望可以做多一些的不同的development 在我们Galby Avenue下面 因为现在Galby Avenue比较旧 比较不太好看吧 所以我希望可以多一些的development带进去 给我们的多一些税收 又为我们的市地弄得比较更加的漂亮 柔斯密市人口约55000人 有60%为亚裔 选民总数约2500人 有40%为亚裔 天下卫视记者李浩诚采访报导